就是说众生实在大家都很苦 都是生病往生比较多 所以摆这个要工作就可以利益他们 我们还要配色 我们每一桌都要配不同颜色 它还要就是说有一点气氛 不要都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以内排一桌差不多 我当职工以后家里都很顺遂 而且小孩子也都很乖 也有度到家人 现在我家里的小孩都用素食没有出分的 所以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 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武方讲堂 希望他们先来接触我们的法会 以后才有机会 来可以参加我们的志工行列 对不对 这是我的棋验 每次我们在中原的时间来讲 可能会受一些天后的影响 来想办法说怎么样子让法会可以圆满 庄严的完成 把法会的活动里面有关补品还有商品的一个摆设部分 有委托我们风康超市这边来做负责 主要的工作内容部分就是由我们来负责订购 配合主办单位的场地 由我们协助帐篷桌子 在法会之前把这个补品的部分 顺利的把它摆设完成 让我们法会的人员可以专心在法会部分的业务 而不需要去担心这些补品的工作 刚开始接触生命电视台的时候 也是抱着说来参加访会的心态 可是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发觉到好像这里的可能够付出的更多 因为一般的话其他的道场来讲的话 做访会的时间都很短 很少有像这样子义工那么大的付出 所以说我们觉得来这里就有那种冲动 想要说来这里参加这种法会 然后能够做义工服务别人这样子 像我们来参加义工以后 其实你会越做越法喜 你越法喜的时候就是越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参与 因为让每一个人都很高兴 十万法界这个图形跟摆设计的话 我们是累积一年的时间 所摆设的经验 然后全部都用在今天上面 由小法会里面慢慢的累积图形 然后到了这个大法会的时候 做一个统筹 然后再来设计分配跟组装一年的 一年的法会的这个构思 这次负责是山主石工 前两三天就 师姐载着车子到处买花 然后筹备一些工作 真的是战战兢兢的这样子 有的是花财颜色之类是没有办法 能够一次筹备全部完整 所以大概可能都是会跑个两三次左右这样子 插花过程中如果有少的话 我们可能临时又跑去花市买花 兴趣是最重要的啦 然后平常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像有些插花的资讯 我们都可以从YouTube上 上一会有些插花的技巧 然后就可以来从中学习 所以是说希望这些有志志士 一起来跟我们参与这项的法会的活动 外场的法会 真的是要动用一两百个义工 参与我们这一次 每年一次的阿蒙山 因为这是很殊胜的啦 所以说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子 大家每个义工都很辛苦啦 工作是比较多 比较忙 有法会都是很忙 尤其是外场 外场的真的是很 动用很多很多的人啦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协助我们那个 一些来支援的一些菩萨 来给我们支援 好 很好就是我们那些菩萨 都很花心来协助我们这一场的法会 以及前几年的法会 都这样子来协助 真的是很感恩的啦 年轻人比较 对这个大辽香机比较繁杂 所以就来接触的人就比较少 比较闷热在外面嘛 早期的时候没有矿泉水 早期的香机子就是用 就是大众花心来煮开水 这样共众 就是那时候看香机主比较 没有人承担 所以就接触到香机这个工作 当下不求回报 那很多的感应都是不求自来啦 而且我们在这里面的老菩萨 都已经差不多年纪都七八十岁了 那在他们的五位是每个人 都坐着花喜充满好喜 又身体健康 所以欢迎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师兄师姐 大家一种来签议 我会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他们 我之前还是就是做一般大德的时候 有参加过师父海涛法师的法会 然后被师父的那种认真的那种态度 而感动 然后我会觉得说 就会想说 等到退休之后 就直接加入那个师父这边志工的行列 我退休下来的话 我大概三年都是在参加法会 然后后来看到很多义工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会觉得也很想 就像师父所讲的 我们也很想服务大众 是抱着一颗服务的心来的 希望能有所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有所回馈 因为共国的话 它可以培养专注力 然后还有你的耐心 还有可以有挑战啦 我自然的很想跟随他 后来搬回来台中 我就自己去找义工的工作来做了 那做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最深刻的就是家里很平顺 我小孩子都健康了 那我自己本身都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我的这样子 我都会看到有大德常来的话 我都会邀请他说 请他来当义工 这样子 有的就会加入我们的义工行列 早期呢是从法界卫星 然后海涛法师在那边红法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说 师父讲的佛法都跟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 所以就自己去主动去当义工 就这样子来的 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们因为每一年都是承接环保 那我们的师姐也做得很发喜 所有的善事 我们佛教徒应该都要去参与 对 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的师姐一起来做这个环保 因为我们环保爱地球嘛 这是每一个地球人应该尽的本分嘛 所以我们去跟我们的师兄姐邀请的时候 他们也都很高兴来参加 因为我们跟着海涛法师做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差不多20年了 我想说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我们自己要做表率 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 并说要成就一朵大年花 大年花需要很多花瓣来庄严 才会成一朵大年花 所以说希望说也是经由我们这个法费 然后大家看到很多义工来帮忙护士 然后会引导他们也希望来参与这个法费 这样子 要成就一场殊胜法会的因缘非常不容易 一场数千人的法会 背后有数百名义工菩萨的默默付出 才能呈现我们所看见的 犹如佛国净土般庄严的法会现场 借着这次明阳两立的大蒙山诗诗法会 提醒我们不仅要谨尊与兰盆孝亲报恩的美德 也将法会修持功德 回向往昔清卷及恶道众生 令其文法能心开意解 放下直面 往生净土 感恩佛菩萨加持 感谢法师引领 更感谢那些在法会付出的义工菩萨们 不断为成熟众生 庄严国土而精进努力 也为每一次法会 增添不一样的光彩与美景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 摩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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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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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